妹妹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知不知道原神是可以换话的 160暴力粗愤怒双篮字 给你们提前来个遇到 先给你们打个预防针去 炸了啊开始炸了 给我质地有声的炸裂开来 逆天的双篮字 至少80几装备出现了愤怒 封印命中率 人在前面鉴定后面出成就 下一个就是愤怒 穿刺来了 穿刺如果是1.19 如果再带一个不抹 秦阴三叠 金青 罗汉 打造都是别人帮忙打的 这号是不是用来刷成就的呀 妹妹成就也不高 2022年3月18日 自己练了一个号 这是复活 515拉了 506拉了 这两把武器的原身 很难想象是啥样式的 因为打造完了的属性性原身 衣服的话是白板 项链的话是D0 帽子的话白板 帽子的话白板 鞋子的话白板 腰带第一个白板 第二个白板 第三个白板 第四个白板 第五个白板 第六个白板 第七个白板 第八个白板 第九个白板 哇靠不是吧 穿刺0.91 也相当于白板 妹妹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知不知道原身是可以幻化的 就原身你150的幻化完一次以后呢 是可以再次用云铁幻化第二次的 因为这两个武器伤害低就很可疑 再加上衣服的白板没有单加 我也觉得有点可疑 最让我可疑的是这个项链的原身 2180 妹妹因为你刚玩梦幻没有多久 妹妹需不需要我给你提供一对一的个人服务 不爱 好啊 大哥刚才对你说话声音大了 还是你会玩梦幻 你在叫我做事 永不磨损加愤怒 永不磨损加愤怒 收藏44 目前已被下单 燃烧之光 老板没有拆穿我 给了我一分薄面 原来我才是弟弟 不用教老板玩梦幻了 你还能给了我